什么公车啊 这什么巴士啊 这斜的耶 太离乎了吧 民众开车在国道上 看见行驶在最外车道的公车 明明没转弯 整辆车却像长短脚一样 一边高一边低严重倾斜 轮孔看起来就快磨到轮胎 感觉随时要翻倒 吓坏其他用路人 哇 好恐怖哦 偷恩自逼哦 金钱场面发生在国道一号 这辆大都会客运9026路公车 从基隆总站出发没多久 司机就发现车体倾斜 起初以为是气压避震出问题 开回总站检修 发现原来是公车的平衡感故障 公车的平衡感作用是稳定车体 由于基隆总站没办法修理 这辆协议边的公车 必须回到内湖检修 路程长达23公里 虽然业者评估没有风险 但故障车辆行驶国道的做法 已经违规 汽车引擎或是底盘有损坏 而不利己停死者 科除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 业者表示未来车辆故障 会改采驼车运送 避免民众看见受到惊吓 索性故障当下车上没有乘客 但歪头公车行驶国道 还是吓出其他用路人 一身冷汗 记者朱定龙张志人 基隆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